星期一在破晓之前 埃尔多安在他的胜利与发展党总部献身 向初一千计的支持者发表讲话 他说星期天的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这次大选的赢家是民主 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选举的赢家是所有8100万国民 我要感谢在今天这个民主节日里 去投票的所有人 这次的投票是我们历史上最高的 埃尔多安的主要竞争对手 穆哈雷姆·殷杰 起初对选举结果表示质疑 但后来向媒体发表讲话 承认败选并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关切 我们经历了将会深刻影响我们未来民主 和我们生活的一次选举 这次选举从宣布开始到公布结果 整个过程都不公平 这次选举的选举的选举